诊所里满满都是人 一大早就有人来排队过后 等看诊 对的人 对公平性最好 所以我差不多就要 原来这间诊所里什么都有看 小葱流鼻水 达到高血压糖尿病 涵盖加一皮肤二鼻喉科 就连酸痛 肤脂疏松都能治疗 只有病患因为人实在太多 不耐久后 竟然入骂诊所员工 医生很有耐心在看 可是病人就是不够耐心去等待 这一间位于台南市的诊所 医师很有gas 病人多归多 但因为每个人病情不同 看诊时间当然也不同 为了避免病人 辱骂员工的事件再发生 医师索性贴出了一张告示 跪求病患 诊所跟服务业不完全一样 无法面面俱到 不耐久后还辱骂员工的病人 拜托请不要来找我 这种病人与我无缘 医生看着他并不可能说 我为了要赶你12.50 我把前面的水便乱看 然后客人就等了不耐烦 然后就开始骂人了 有病人体恤医师 也有病人觉得医师就应该服务病患 但医师究竟算不算服务业呢 卫生局表示 医师其实是秉持服务病患的 专业技术人员 还真不能说是服务业 但直接贴出公告 把病人训一顿的医师 这里还真可说是第一间 记者 賴光张张信台南报导